社會消息看到是今天上午在新北市的五谷區 發生一起嚴重車禍 地點是在新五路的二段 有兩臺轎車發生了碰撞 那麼其中一臺車上四個人 分別受到了輕重傷 另外一臺車的駕駛被卡在車內 當場沒了呼吸心跳 緊急送醫來搶救 而消防人員趕到現場之後 將他們分別送往三家醫院來治療 現場一度也封閉了道路來進行救援 目前這個肇事原因還在持續的調查當中